欢迎您 单独发奇想 我是单又奇 今天是连续第三天 没有增加任何的本土个案 这是不是意味着 不逃的群聚感染防火墙 已经成功的阻挡了 疫情扩散的风险呢 不过疫情稍微趋缓一点了 没有想到呢 前台北市卫生局长邱淑提 又来点火了 他在脸书po文 这一次是扬言要提告 他说对于那些恶意说谎 污蔑他的人 他要开始搜证 要保留法律追溯权 不过呢 他昔日的老长官马英九呢 倒是在这个和平医院 封院的争议这一波爆发之后呢 首度对外发言 不过呢 他这一次的发言 又让大家傻眼了 因为他说 他呢 很幸运呢 当时做了封院这个决定 才没有让当时的这个 社区感染这个扩大 更严重的这个情况 好 那既然呢 觉得这个是这个正确的决定 那马办当时干嘛 要发一个公文 甩锅给中央呢 认了不就好了吗 而且呢 马英九讲完这个话之后呢 还继续哦 再强调哦 当时是卫生署发了特级件 要台北市政府封院的哦 好 那除此之外呢 这个马英九呢 还很不高兴的说 那现在呢 防疫不是没时间了吗 执政党还有时间打口水战呢 到底是谁先喷口水的呢 这个秋熟第一开始说封院 然后呢 杨志良现在又提要普筛哦 而且杨志良昨天 不是还唱衰台湾 在未来两三个月哦 可能有一半以上的几率 会跟这个日本 现在的疫情一样的严重吗 但这些人是不是眼睛业障 有点重啊 真正严重在哪里呢 在我们对岸的中国 光是中国天子脚下的北京 就已经连续13天 都出现本土病例了 而且呢 这个更好笑的是呢 始作俑者的这个WHO的谭德赛呢 居然还说 现在全球死亡人数这么多 他说大家都对数字麻痹了 而这个习近平呢 跟他哥良好啊 也加码说啊 说这个武废哦 这个疫情 恐怕不会是最后一波 所以网友大酸 难不成是在预告 又要丢出新病毒了吗 好另外呢就是在这个股市的部分 现在全球不是缺晶片吗 所以很多这个网友呢 百思不解的是 那为什么台积电这个时候的股价呢 还不涨反跌呢 还有网友说躲在家里哭啊 因为看到台积电的股价居然跌了 不过分析师竟然说 这是一个好现象 怎么说呢 好先为您介绍今天的来宾 首先欢迎资深媒体员丁学伟 各位大家好 社民党台北市议员苗波亚 大家好 外方医院感染科主任李文生医师 大家好 财经专家邱敏宽 大家好 财经专家张珍威 大家好 人家文本作家周伟航 大家好 好我们还是赶快来关心啊 今天真的是好消息 已经连续第三天了 没有任何新增的本土感染个案 这是不是代表着 不逃群聚感染的这波危机 已经过了呢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 其实真的很讽刺啊 现在我们还是在这个防疫关键期 可是没有想到呢 和平丰愿谁该负责啊 这个历史的事件呢 竟然反而成为这一次最大的这个焦点 但是我们还是先来关心啊 这个不逃群聚啊 匡列了5000人之后 到底还有没有漏网之余啊 那最新的就是这一名台铁的女列车长啊 她在1月26号呢 突然接到了这个隔离通知 原来她曾经去过案889 二度就疫的中立某医院 这案889呢 是二度就疫的时候呢 才验出她确诊了 所以知道消息之后呢 台铁全面消毒 上百名的员工呢 也连带的这个自主健康管理 不过大家不用担心 因为台铁呢 是天天在消毒了 另外呢 就是有台铁的公务员跟媒体爆料 说她的两个女儿 都在不逃担任护理师 可是竟然没有收到隔离通知 所以他们就主动打了1922 来确认自己符合隔离条件 现在在等待隔离通知 那另外呢 有商店的员工自曝 他曾经亲自招待案838 他说虽然没有对话碰触 可是因为当时对方没有戴口罩 而且一度很靠近 那指挥中心 他说奇怪了 那为什么没有让我裁减 只让我自主健康管理呢 那至于这个媒体也报道 说SARS的破口呢 当时就是一名洗衣工 可是呢 这一次匡列的这个5000人当中 布陶的清洁人员啦 保全 还有药厂的业务代表 还有物流人员呢 怎么没有被列入 这个隔离当中呢 不过当然呢 所有的讯息到了 这个中央疫情指挥中心 这边之后呢 都会紧急的补破网了 但是我们来看 这个前台北市卫生局长 邱淑提被骂翻了 有没有办法补破网呢 他竟然呢 还又在发这个脸书 帮自己洗白 他说呢 当时封院没有配炮 都是民进党政府害的 说他要还原封院始末 说当年呢 本来是4月24号晚上封院 可是呢 中央却要求 立即管制人员进出 也就是要封院的意思 他说啊 当时我们都好傻眼哦 这种事情 怎么能够立即呢 要封院是多大的事情啊 而且还爆料哦 有人临阵脱逃吗 他竟然提到的人 是张上淳医师啊 他说封院之后呢 他曾经拜托张上淳医师 进去向员工 这个广播指导 可是呢 张上淳医师 却临时决定不进去了 而且呢 他还料了狠话哦 他说呢 他还原之后呢 相关的事情 他都有保留证据哦 如果有人再恶意说谎 诋毁他的话 他就要进行搜证 要保留法律追溯权哦 好 但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看马办 马办呢 也在甩锅 说封院是中央下令地方执行 公文都在啊 那资深媒体的周玉寇呢 则是爆料哦 马英九当年呢 就是那个下令封院的主使者 他说马英九闯了大祸之后呢 好几天就叶宿市长 是不敢回家 还邀请他跟一些 这个媒体人面对面沟通 就是要挽救他选主席 跟总统的政治形象 这个邱淑提呢 在马英九团队里头的评价呢 就是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啊 好 那这个当事人马英九呢 今天也出来说话了 他说当年我如果不封的话 就会爆发严重的社区感染了 所以他说他很幸运的 当时做了封院的这个决定了 所以问一下学伟了 如果他觉得 做这个封院的决定很幸运 所以阻止了这个社区感染的 严重的爆发 那干嘛要甩锅啊 我觉得那个马英九 今天出来讲这种话的话 也是真的不负责任 你说你那个当年若不封的话 有可能会爆发严重的社区感染 那我现在事后诸葛 我也再讲一下嘛 对不对 台湾到目前为止 武安费也没有封了一间医院 有没有社区感染 有没有很严重爆发 大规模社区感染 所以你讲这种话 根本就是胡扯 你讲什么 而且我说实在话 当年在和平医院里面 24个人在里面交叉感染 7名医护人员在里面上升 31条人命的话 谁要负责任 而且还不包括里面 还有一个我昨天讲过的 拿那个皮带在里面 清生的 所以这些人的人命 在哪里 那你今天我就跟你说 沦为一个口水 你知道吗 当初18年前的事情 你现在还要拿出来 在论责 你在模糊焦点嘛 现在我们是怎样 抗议也 你不需要模糊焦点 那引起这把火的是谁 我昨天就讲 邱淑提在18年前 这个仇恨的种子被埋下之后 你竟然让他18年后继续发芽 你今天讲这些话的话 当年一副 封愿这件事情的话 你如何 你今天你不要出来下指导期 当初你讲说 SARS那个事情 是一个新兴的传染病 大家都没有经验的话 那就过去就过去了 没有人指责你 谁会起到你邱淑提 你今天就是因为 你主动挑出来 你在帮防疫指挥中心下指导期 讲这些有的没有的 所以当年人家在讲说 你当年的作为的话 你有什么资格出来下指导期 一点反省都没有 好啦 那我就跟你讲实在话 你今天就是如题的态度 从今天从一开始 到目前为止的话 你没有一点反省的能力 对不对 你到今天为止 一副那种烧打架的样子 对不对 你今天又四个人说 你要提告 要收集市政 当然有很多人是谩骂 那问题是谩骂的这些人 为什么 起因还不是因为归咎于你 你今天不下指导期 你就让你提出良善的 建议的话 你不要指责这个 指责那个的话 谁会去反抗你 去骂你丘主题 而且讲实在话 你说你今天要提告好了 那你提告你还不是 就是因为以棒指送 对不对 以送指棒对不对 大家诽谤你是错的吗 你要诚心接受 有些人讲的内容是真的 对不对 你会讲说 好啦 你要提告 人家就提醒你 你要提告没关系 那你会很忙 你会一直还倒 骂你都不是这一个人 全来那么多人 好啦 那今天邱淑提又开始讲了 他说他有一些保留相关市政 有没有证据 那我只问你一句话 他今天提出来的东西 包括瞿大成 还有当初的卫生局的副局长 许军强 科长张朝青 防疫记事 卫会志 他提出这些人 专业人士他进去里面 在和平奉猿的时候 他进去了 对 他还讲说后来 叶金川也进去了 而且他还把张上纯 也扯下水了 意思说张上纯要去的话 临时给你落跑 不进去 好啦 那你又讲到什么 何美娜 美国CDC的专家 全部都进去 那我只问你一句话 这么多人都进去了 邱淑提你在哪里 对不对 你进去的时候 这几天大家都一直在讲 你进去的时候是全副武装 你比较里面的人 已经没有设备 没有装备的人 在要求资源的情况之下 你是什么态度 你是什么样子进去的吗 你看我们这个画面 这几天看了几遍了 而且穿成这样进去之后 告诉所有的人说 我爱莫能助 那你进去干嘛 对嘛 那你 所有的光这一点 你就应该自我反省了 真的 对不对 你今天我就跟你说 你这四个儿子 说到这里的时候 你就停车 倒掉了 就像那天杨智良讲了之后 那叶晋专就骂他说 你闭嘴啦 对不对 对 你嘴抬起来就好了嘛 那你今天如果你是专家 你是应该要提出反省的 你应该用良善的建议啊 对 你应该 你如果是医疗专业人员的话 那你是不是应该 站在医疗的角度去看嘛 那你为什么今天医师工会 也跳出来泡风你 对不对 那这些难道这些医生都不是人 所以我就跟你讲说 他们这些素质 也比你更差 我说一句更差 我们用一些对比的方式看就知道 这个不言可言 这个说实在话 今天再扯这些口水 一点用都没有 我只希望说 我昨天也讲过说 你懂的人提建议 不懂的人给鼓励啦 对 那你看对照现在很多东西嘛 对不对 好了 那我们当然你看 很多护理师就在脸书上po文嘛 对不对 而且很多你看 很多那个年轻的护理师 医师 他们还把当年抗煞的那个名曲 有没有 手牵手 他们也唱起来 告诉你 因为现在很多人 志愿留守在医院里面 布桃里面这些人 年轻的护理师 我们昨天看到 累到趴在桌子上 就这样休息 睡着 真的 他脸上摘下来 全部满满都是压痕 那这些年轻护理师该死吗 对不对 他没必要做这个嘛 他今天没做护理师 他说一只头脑不可以做 所以就跟你讲说 不要再去苛责这些人 那我们当然了 我一直强调说 这个事情的话 你不用落井下石 我们现在防疫指挥中心 已经开始在补破网 我们讲补破网也好 补漏也好 随便你怎么形容 那我跟你讲说 现在有很多质疑出来 包括有人讲说 有一个病患家属就质疑说 你不逃现在的医护能力 到底够不够 他讲说1月8号那天 他95岁的老妇小中风 住进去之后 在里面隔离了12天 在病房里面 医院有通知他说 你要原地隔离 对不对 那你隔离12天 他说没有医生来照顾 那问护理师 护理师也不知道 那你隔离14天 到底继续要留院 还是要转院 还是怎么样 那其他医院 会不会说说 你在布陶待那么久 我感觉 感受你这个人 那我是觉得说 你指挥中心 现在有人提出 这些质疑的时候 那你就应该 避免家人 跟当事人 不必要的烦躁 跟焦虑 对 所以你是不是要多沟通 那你有像院方 反映的时候 院方是不是 你也要跟你的病患 跟这些家属 你要做适当的沟通 减少这种 这种焦虑 那你陈思忠也讲到说 你少接触 目前的原则是 少接触少流动 好嘛 那你就讲嘛 现在136个人 还留在布桃里面 那你这些人的话 你要不要多多跟他们沟通 告诉他们说 现在处理的情况 到底是怎样 好那其一对不对 那另外一个 就是一个儿科护理师 他现在爆出来就讲说 他院内大消毒之后 就是布桃院内大消毒之后 他开放给同仁留宿休息 对不对 对 那因为怎么样 有的父母是因为 儿女在布桃工作 所以他现在被隔离 14天不能上班 那有些人是因为小孩子 因为父母的工作关系的话 他现在也要被要求 不能上学 甚至更惨的是 有些人竟然被家人 赶出家门 你不要回来 真的把病毒带回来 那我就跟你讲说 现在很多风月没有病人 而且这些护理师 被强迫休假的话 那隔离之后也没有收入 那这些事情 他现在要po文 抒发一些情绪的话 现在要传出来说 你布桃竟然传出高层 去关心这些po文的人 我是觉得 这种做法没有必要 当然你说 内部公告告诉你说 你现在接受媒体的电访 或采访的话 你就回答说 有指挥中心统一发言 当然了 疫情当然是要有指挥中心 来统一发言 他看到的是全局 不是你一个人 眼睛看到的东西 你没有看到全部的东西 当然由指挥中心来发言 没有错 那可是这医护的心声 你要不要关心 对我们要帮助他们 对不对 他帮我们守住 对啊 你整台团队 蔡英文总统 跟小事情小名 大家都判说 庭医护 庭医护 你今天医护 有这些关心 有这些需要你解决的事情的话 那你庭医护 就都判爽的 对不对 判痛的 所以你庭医护 要有实际的作为出来 对 好了 那我这讲 那除了这些东西 我们要关心之外 那你不知道的一些 一些谣言就不要再传了 像今天也传出来说 什么龙总 有一个医生 什么 他为了要聊八卦 跑去那个布桃里面 去了解一下状况怎么样 后来人家就讲说 不对 龙总今天就出外成亲 这个医生是五年来 就已经支援布桃 他在布桃有门诊 还有支援手术的 对不对 而且他案发那天的话 就已经自主管理 被隔离了 被匡列隔离了 到今天才起码 所以这些事情 你知道是是骗语 你听到你不要去传 真的 这种事情 你去传 你只是造成谣言 所以我觉得 那个指揮中心 硬起来 我们是不是常常讲说 三部谣言 还有很多事情 你都应该要强制执行 该罚就罚 像人家也爆料说 台中向上市场 叫卖员在买菜 发到嘴巴全部 很多人站在前面的话 你也没戴口罩 却你戴口罩说 你去报警 像这种的东西 你难道 没罚可罚吗 我是呼吁 传染病防治法里面 像这种履券不听 一次3000到15000的 你要一罪一罚 对不对 你一次就罚一次 对不对 在这个时候 大家全民在抗议的时候 那你就应该要处理 我是呼吁 传染病防治法里面 像这种履券不听 一次3000到15000的 你要一罪一罚 对不对 你一次就罚一次 对不对 在这个时候 大家全民在抗议的时候 那你就应该要处理 所以我是希望说 全民 这个是大家的责任 那今天好消息 连续第三天 已经没有本土病例传出到 我前几天也在节目中 一直强调说 我对这一次的疫情 非常乐观 你知道五天六天 没有本土案例出现的话 大概就可以平安过关了 那平安过关没有错 大家也不要松懈 因为农历年快到了 对 你如果要好好过个年的话 拜托自己稍惯一下 忍一时风平浪静 对不对 你轮一站了 你再换来我们接下来 长时间的长治久安 不过这个要请教一下 这个医师 今天我们已经第三天 没有这个新增任何的 这个本土病例 算不算我们 几乎已经大半都可以过关了 你怎么看这个 未来的这个趋势 甚至这个 也有这个医师跟学者认为说 我们两个礼拜之内 就可以回复正常了 是这样吗 那另外当然 最近的也有 陆陆续续有一些质疑出来 包括了 有人认为说 这一次的这个隔离 包括了清洁人员 保全药厂的业务代表 物流人员没有被列隔离 怕成为这个防疫的破口 那医师怎么看这个说法 是的 对于这一波的疫情 大家有一些太过恐慌惊慌 那我这边呼吁是 不必太过惊慌 但是要提高警觉 那今天已经连续三天 这个零确诊 那看起来是一个好现象 那我看了之后 心里也比较放心 那目前看起来 这个疫情还是在可控范围 不过也请教这个医生 刚才特别提到 最近这个前台北市卫生局长 邱淑提掀起了这个轩然大波 然后呢 他现在又po文了 然后他说他还原当时的这个始末了 当然他又推给中央 而且这次还扯到说 这个张尚淳医师 说那个时候呢 他还拜托张尚淳医师 去跟这个员工广播指导了 结果他就临时决定不进去了 感觉上好像是张尚淳医师这个临阵脱逃了 那关于这个秋淑提他的这个说法 这个主任怎么看 是的 事实上我们一届对于这个2003年的 这个SARS的和平音乐奉猿 大家都有这个所谓的 那是一个失败的经验 现在其实这个事件 包括当时的记录 或者是我们事后诸葛再回来看 那当时就是比如说他五点的时候 就把他封起来 有点可能十分钟前要亲戚送水果 或是要送东西给自己的家人吃 然后就文顾被锁在里面 还有一些健康的医护人员也被封在里面 事后法官还有检察官 也有处理一些案件 因为有一些家属提出来告诉 所以我本来没事 你把我封在里面 然后造成有一些院内感染 造成交叉感染 那因为今天那个秋淑他这样子讲 我特别有感提出来 这个我们之前都已经 2003年之后都已经做了检讨改善 就不要再接这个旧参巴 对那应该这个往前看 大家同心协力 看有没有一些好的建议可以提出来 那他有提出来说一人一事的隔离 那当然这个是符合感控原则 我觉得这个建议是不错 那不要在这边甩锅 或是互相推诿 所以我觉得对于事无补 但是他的建议是说应该要封院的 而且他还讲说 我是帮这些护理人员着想 你怎么看 而且照医师的说法 其实当时这个惨痛的教训就是错的 可是马英九今天讲话了 他说他很幸运 当时做了这个决定 所以才没有爆发更严重的社区感染 你怎么看马英九的说法 当时 当然当时可能是一个team 一个所谓的一个召集人 或是一个共识决定的 所以今天你说 要把责任归罪给某一个人 那某一个人他一定说 这不是我的责任 这个是想当然了的一个事情 但大家一定会讲说 这个是中央跟地方 或是台北市政府 大家所共同的一个共识 或是一个共识决 那刚刚有提到那个张畅醇 那个现在医疗小组的召集人 当时他曾经召集各大医学中心 而且在当中他也发言 哽咽的发言 请大家希望能够这个爱台湾 然后拯救这一次SARS的风暴 所以那时候把一些确诊的病患 分散到各大医学中心 各大医学中心来承接 就像这一次不逃 也是找桃园地区 五家医院来承接这些住院病人 那这个等于是共赴国难 大家一起来解决 这样才是一个正面的一个看法 不过这个今天马英九特别有讲了 他除了说他这个很幸运 当时做了这个决定之外 而且还骂大家 他说现在防疫都已经来不及了 到底这个民进党 还有时间打口水战吗 当初到底是谁打口水战的 先听听马英九怎么说 他们怎么有这么多时间 来打口水战呢 这一点我非常不以为然 这是一个台北市跟中央有共识的一个决定 而且这个决定证明了 如果不这么做的话 将来这个社区感染的程度会非常的严重 所以我们很幸运那时候做了这个决定 好了 问一下这个伟航 这个马英九很生气啊 你看 现在防疫都来不及 你们还有时间打口水战 这个到底这个口水战是谁挑起来的 而且这个马英九还用很幸运三个字 来形容当时封愿的这个决定 那至于邱淑提呢 这个看起来他忍了几天之后 还是受不了 又出来发文了 这一次说呢 对于那些恶意说谎 污蔑我的人呢 他现在开始搜证了 你怎么看他们的态度 好的这个 这个我们虽然经常有人讲了 公道自在人心 但是现在的状况 已经不是人心之中怎么想的问题 是事实就摆在那边 那马英九他也归了蛮多天 今天就是终于不得不出来面对这个 被秋淑提吵起来的话题 本来都没有人在讲这个事情了 之前在讲桃园的状况的时候 是讨论我们要不要封愿 然后大家最后 最后决定就是接受CDC的 疫情指挥中心的就是 好那我们就是这个 只出乎不进 这样子 我们逐渐把里面的人减少 减轻他的压力嘛 大家也都接受了这一点 那秋淑提自己跳出来 所以这一场 如果他是个嘴炮 如果是忙中更忙 去让大家更忙的 那当然是秋淑提啊 那当年谁用秋淑提 就你马英九啊 所以这个马英九 你要觉得幸运或不幸 那个是你个人的想法 有个客观的事实在那边 这一切就是秋淑提引出来的 他引出来之后 无数多的人都跳出来吐槽他 那我先把马英九的这一趴讲完 我再来看秋淑提 还有他引发的一系列的 这个社会上的反响 马英九 他当时做这个决断的时候 就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很多人跳出来讲 包括寇杰等等的跳出来讲 其实他当时是心虚的 他当时是很紧张的 因为他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后果 这是第一个客观的事实 有非常多人啊 当时各界啦 我的决策阶层啊 包括当时游锡坤啊 等等大家都出来讲 当年的决策过程怎么样 就让他把事实厘清 我想这个大家都谈很多了 再来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说 后来的法院判决 后来的法院判决 指说和平医院的这个封院过程 却有缺失 他的缺失在哪里 不是只单指封城的 封院的这件事情 而是你后续外围的资源 支持不够 特别是包括像当时也有讨论 现在很多资料拿出来 当时也讨论防御旅馆啊 怎么样的 这个支持资源不够 当然我们那个时候的经验 跟现在不能比啦 对 不过这个支持资源不够呢 显然的地方政府 是一定有相对应的责任 你为什么相关的支持 没有上去 就放了那些人在里面 封在里面等使 里面资源不足啊 然后秋水体又跑进去啊 穿个太空装 在那边作秀啊 成为眷勇的一个画面 被人家骂到现在 17年后都还在骂 没有18年了 好 所以啊 现在的问题是 马英九当然不会 直接去面对这个 他现在就是讲一些空话 这种空话 你就是什么幸运啊 这个决定也不是我一个人啊 还是大家共同的决定什么了 其实就是在推卸 他个人的责任 其实他现在出来讲什么 对于当年已经损失的生命 都没有任何的帮助了 对 何况是他今天啊 今天他同样的访问里面有讲嘛 有记者问他啦 是怎么看啊 现在没有疫苗啦 这个中国疫苗能不能当论华剂啊 他说当然是啊 当然是论华剂啊 拜托你也当过总统 你当过国民党主席 你国民党主席的这八年的时候 你又能不通过一个法律 让中国疫苗卖来台湾 你也不敢啊 你讲的是标准的干话嘛 中国的蛋白质剂 现在大家就是不敢用嘛 讲白脸都这样子嘛 你现在不在这个位置上 当然可以嘴炮这一番啊 我会觉得其实马英九他 这个也蛮惊的 有时候他会出来 主动跳出来抢话语权 但是他这一次的这一集 邱主席闹出来的这一集 他隔了三天他才跳出来 显然啊 内心可能是有一点空虚啊 我们能说他是心虚啊 有一点点空虚啊 所以他只是在 一定会被记者捕捉到的场合 再稍微配合演出一下 我才再隔一两天接啊 又归起来啊 这是他过去一贯的 常见的操作手法 那再来一个啊 我们来看 邱淑提出来讲这个话 虽然他现在说 我要来告人啊 我要做什么样怎么样的啊 但是呢 这个国内政治片啊 这个半写实片的 这个国际桥牌社的 这个汪导演啊 汪导演他们现在在拍 本来在拍第二剧啊 有很多这个台海这个 这个冲突啊 1996台海飞弹危机的画面 他们现在在拍 正在忙的这个同时呢 汪导演看到邱淑提 讲了这一番话 气得不得了 他决定临时开拍一个 这个国际桥牌社 原本不在规划内的 这个SARS外传 就做标题就叫和平归来 他要拍四集 就是迷你的剧集这样 拍四集 那是这个原则上要谈 当年和平医院封院的事情 好他这个计划出来 有多迅速呢 我必须要强调 一般我们做这个影剧 他们一两年的前置 差不多都要啊 但是汪导他的团队呢 他一说要拍 那我有些朋友 在他们的团队里面 他们说两天之内 文案网站募资方案 因为两天一定找不到投资人嘛 所以他就用群众募资 募资方案 甚至主视觉都画出来 两天之内画出来 立刻上架群募 第一阶段写剧本 两百五十万花多久募好呢 网站放上去就募好 网站放上去就募到了 立刻就募好 你看大家多生气 而且他上面是有小额啦 但是主要是大额 有非常多一届人是气到不行啦 主动就是联系 就是我要捐这个 甚至我剧本都帮你写 所以现在呢 一开始汪导他推出的时候 我跪求大家支持 第一阶段两百五十万的剧本撰写 第二阶段两千五百万的实际拍摄 因为他拍四级钱要蛮多的嘛 第一阶段先募两百五嘛 他第一阶段的这个 一天之内就已经搞定了嘛 第一阶段两百五十万的剧本撰写 第二阶段两千五百万的实际拍摄 因为他拍四级钱要蛮多的嘛 第一阶段先募两百五嘛 他第一阶段的这个一天之内 就已经搞定了嘛 现在他已经进到第二阶段了 他的第二阶段的包括撰写剧本的 包括当年的跑一号线的记者 还有非常多医护 当年的医护都愿意提供自己个人的故事 来作为他们剧组的拍摄所使用 好这是代表什么事情呢 我就刚才讲的所谓客观性嘛 每个人心中都对当年的事件 可能会有一个价值定义和权解 那当然邱淑提要坚持他个人的看法 那他就自己去坚持 那他告那就由法官去做判决 不过摆在现实的一个很明确的状态就是说 反对他意见的医护非常多 我们作为一个局外人 我们是在外面的嘛 我们当年只是看了人家风月 我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可是现在有很多医护跳出来 他甚至就是愿意提供他个人的故事 事实上剧组 去重新呈现一个事实 因为国际桥拍摄 他们的拍摄是比较半纪录片的形式 那可能会有一些真实的政治人物混杂 所以原则上来讲 我认为那这种状况其实就象征的 其实大家都有一个基本 对当年的事件有一个基本的公平 那如果有人尝试想要去扭曲 和平医院风月的这个历史事件的 真实的价值的话 一定会有反作用力出来 所以我想也不用太别特别去争议了 那他防疫人员还是专心的去防疫 如果有任何嘴炮的部分呢 就交给隐居人员来处理了 那大家各司其其在自己庚位上奋战了 是不过问一下这个博亚了 哇邱淑琪今天说 这些人说话呢是这个恶意说谎 是在污蔑他 然后到底这个是恶意说谎的内容有哪些 所以他说他现在要搜证要提告 看起来他现在硬起来了 那硬起来原因是不是 因为跟马英九有关系 因为马英九自己今天讲了 他很幸运的当时做了这个决定 而且还讲说如果我当时不封的话 会爆发严重的社区感染 那他讲完之后呢 竟然还马上又甩锅 说是那个时候的这个卫生署 给了他一个特级件 是卫生署给我们特级件 叫我们台北市政府紧急封愿的 那如果你那么自豪 这么幸运做这个决定 你干嘛又提说这卫生署做个决定 你怎么看马英九 而且他现在痛批大家 你们现在防疫都来不及了 你们还有时间口水战啊 你怎么看马英九他们的说法 是这个看到已经退休的前总统 跟已经退休的高官 身体这么健康 我们心里当然是很高兴 可是这么健康 这么有活力 可以经常到大家面前上镜头 上节目发言的时候 我还是希望说也可以再多一点智慧 为什么他说多一点智慧呢 因为其实说真的这一次 这个大家又会突然看到 这18年前和平医院的教训 所谓何来为什么 还不就是邱淑妮自己跳出来说 指挥中心没有逻辑吗 其实如果说他不自己跳出来这样讲话 台湾社会其实不是很容易想起来 原来还有这号人物啊 但是他出来 大家一想起来之后 我记得我当时在网路上 其他脸书先po嘛 他说指挥中心没有逻辑啊 讲了一些 这个批判指挥中心的话之后 我一开始看到的时候 不是什么民进党在讲什么 是一些我认识的这些医护朋友 很生气 他说哎 这个人怎么还在 这个人怎么还跳出来讲啊 所有人都可以讲 就他没资格讲 为什么 因为他在当时呢 其实当然也知道 你说那个时候 18年前没有遇过SARS 没有遇过这种传染病 大家没经验 对 这些都对 那你说中央也没经验 地方也没经验 是不是大家都负点责任 这个也对 因为中央确实发了一个公文嘛 给这个台北市政府说 要管制人员进出 对不对 可是台北市政府不要忘了 当时中央说管制人员进出 的公文里面 他要写什么 要分区分流 要妥杀安排配套嘛 还要追踪等等的 对那台北市政府有没有做 现在事后过了18年 我是觉得啦 其实人类的记忆 应该是没有那么短 没有那么金鱼脑 18年前是应该还有很多人记得 你看这个影像啊 当时调出来之后 大家可以看到 监察院的纠正案 以及呢 法院的判决 现在上网 谁都找得到啊 所以其实不用去篡改历史啦 当时的问题就是说 台北市政府接到中央来的公文 地方的卫生局 要去执行的时候 你就是乱的套嘛 但是如果确实如同马英九所讲的 哇这是很幸运当时做这个决定 他现在应该立刻跳出来揽工啊 当时我是台北市长啊 全部是我做的啊 对不对 这种踢来踢去的作为 其实多少少你就是知道 那个决定也是错的 他才会这样踢来踢去嘛 对 那可是问题是 你在现在 在过去的这个教训 我们把它学起来 然后作为那我们这个血液经验 累积起来之后 这样其实不就好了吗 对不对 像是我们现在也看到说 英国有一个电视台的ITV 他做了一个纪录片 为什么要做 因为英国疫情很惨嘛 所以要全世界到处看看啊 其他国家怎么样 他呢 他就有提到说呢 中间他采访了一个英国伦敦 卫生与热带医学院的教授 这个教授他在纪录片里面就讲说 面对这个战役 台湾至少准备了20年 为什么准备20年 其实从过去SARS那时候开始算起嘛 到现在18年20年这个期间 我们台湾确实学到很多 例如说我们之所以有这个指挥中心 这样子一个做法 然后呢我们这个疾管署呢 跟指挥中心在平时 跟暂时的各种不同应变的组织 还有呢现在呢 我们国民呢 对于戴口罩跟洗手的观念 其实点点滴滴 从SARS时候开始累积的啦 所以呢如果说过去的这个SARS经验里面呢 大家都有付出嘛 其实一届也有很多的付出嘛 对 那很多人当然有贡献在里面 那也很多人呢做了一些不对的事情在里面 那这个时候过了18年到现在 我是认为像这种前政务官退休高官 曾经因为这件事被监察院纠正的 你点点就好啊 你又跳出来这说这鼓势什么 现在还要告人家 这个就是没有智慧 你知道吗 公卫专业好说实在 我不说他的公卫专业怎样 可是他的为人处事的智慧在哪里 我不说他的公卫专业怎样 可是他的为人处事的智慧在哪里 你看像是我们讲SARS之后 邱淑提跟叶金穿这个对照组嘛 邱淑提穿太空装 然后你还接一个自己的氧气 你连呼吸都不敢进去跟人家呼吸 你把人家几千人关在里面 这就是他的作为啊 可是叶金穿一条牛仔裤戴个口罩进去 那在这一次里面你说 难道叶金穿不是公卫专家吗 叶金穿也是专家啊 叶金穿对于这个防疫的专业 不会输给邱淑提 不会输给杨智良 可是叶金穿有没有像他们两位老人家这样 没有嘛 所以叶金穿不会被骂 那他们两个会被批判 为什么 因为人民其实看得到 你的发言很多都是后见之明 很多是没有智慧 而且你没有反省的心嘛 尤其像我们台湾以现在来讲的话 其实我们台湾人 现在跟外面是平行世界啦 我们现在每天 哦本土一个病例 两个病例 三个病例 不得了了 大家还画分析图 这些人关系 谁是谁的爸爸 谁的小孩子 怎么样 哪里穿的 全世界哪个国家 像我们这样 没办法 因为人家一天几千个 几万个病例 谁跟你画这个图 没错 你每天光是要统计出详细 今天有几个病例都困难了 对不对 所以其实我们的防疫来讲 在全世界严格说来 其实真的是非常前段版的 对 那尤其是像这个韩国 也曾经失控过 又回来 现在又要失控 对 那我们台湾是 现在我们还在讨论说 哎 这个病毒是不是快要进社区 危险危险哦 所以我们其实 现在的指挥中心呢 你要说它做得非常差 那你在世界 你很难找到 什么更好的防疫指挥中心 对 那尤其是像你看 我们因为这个防疫的 这样的战机啊 现在是很多的媒体都关注我们哦 不只说一些比较常见的这些大媒体啊 过去我们介绍很多 我们今天来介绍一本西班牙的刊物 叫做企业领袖 企业领袖 那这本刊物呢 国人大概比较少见到啦 因为它第一个西班牙文嘛 比较不少看到 第二个呢 它是西班牙在工商界专业的一个杂志 这个杂志呢 是专门给 简单来讲 西班牙的有钱人 高官啊 大家会专注去看的 王室贵族等等 会专注去看的 看这个干什么呢 它这个东西是在 去年的11月的时候呢 去专访了我们台湾 驻西班牙代表处的大使 把我们台湾做一个巨细迷遗的介绍 在人家这个杂志上事业 所以呢 你说在这个此时此刻之下 你去讲说 哎呀台湾的 这个指挥中心好烂好差啊 没有逻辑 都像笨蛋防疫团招 那人家会觉得说奇怪 为什么别人都说我们台湾好 就我们台湾人自己说招嘛 对不对 还有另外一个 另外一本叫做 西班牙有本 这个叫外交杂志啦 Diplomacy 它是什么呢 它就是在一个 西班牙国外交学院 这个外交学院是干什么 就是他们有很多这个 专门在做国际政治 国际关系外交的精英 会阅读这本杂志 它在里面啊 我们台湾这次占了12页啊 一个长篇 12页哦 它就介绍什么 介绍第一个 台湾的民主跟自由 介绍第二个就是呢 台湾的防疫表现 那在这里面呢 也包括说什么 有叙述到 台湾到疫情爆发之后 捐赠全球88国 超过5400万个口罩 其中50万个口罩呢 捐给西班牙 第一线的医护人员 所以你看 那个时候我记得 还有一些在野党 他唱说什么 口罩捐出去 人家不感谢我们 对 捐东西给人家 本来就不是要 人家说谢谢嘛 那现在人家还真的来 把你这个恩情 对不对说 你看有捐给西班牙50万个哦 也提到什么 世界卫生组织 把我们排挤 这我们不公平的 为我们暴区 还呼吁各界支持台湾 参与 世界卫生组织在内 等多个国际组织 登在人家西班牙外交杂志上面 所以你要看 现在 你说 是不是不能批判政府 当然可以批判政府啊 台湾的电视台 那么多台 对不对 每天24小时播新闻 这么多的节目 当然你可以批判政府 没有问题 可是你讲话要有评有据 而且你要评良心 像马英九 像邱淑提这种呢 我是建议说 他们呢戴上口罩 勤洗手防疫 做出最好的示范 对 这样子就够了 不要再跳出来 还要硬去把18年前的黑的 凹成白的 再这样凹下去 真的很难看 而且你看他们的心态 当时和平丰院 牺牲了多少医护跟无辜的人 马英九居然说很幸运 做了封愿这个决定 然后呢 现在呢这个疫情严重了 马英九又说 中国的疫苗是两岸之间呢 很棒的这个润滑器 可惜台湾不接受 中国疫苗能用吗 你有把台湾人命 放在心上吗 更何况这个秋淑提 问一下敏宽啦 秋淑提现在还要提告大家 说大家是恶意说谎 到底说了什么谎啊 叶问一个打十个 就已经够厉害了 今天秋淑提太厉害了 他一个人现在我在猜哦 大概应该要单挑20万人吧 为什么呢 因为目前今天网络的新闻说 秋淑提如果告的话 要言台都一直告 那我们是不怕他告啦 讲实在话 我们公道自在人心 但是很多事情 我们要一个跟一个来 跟大家来做提醒 因为这件事情太痛了 就是因为这件事情这么痛 我们经过了20年的一个努力 当初是联合国的契儿 今天我们是全世界防疫的第一名 我们先来看看哦 秋淑提他今天说什么呢 他说对于SARS期间 所有的相关事迹 他都保留着证据 对于整个恶意说谎跟敌毁者 他会进行搜证 保留法律的一个追溯权 他是天下第一勇人 但是我们说实在话 他这么勇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各位还记得 他当时出来选宜兰市长 太厉害了 他那时候2014年11月 他选县长的时候呢 他竟然说什么呢 他说你们啊 如果这次不选我的话 你们以为我下次还会再来吗 那还好 他后来也没再来 为什么呢 因为他没选上 他后来他也没选上 但是我们今天要开始进入 今天的一个主题 那时候和平医院 要封愿的过程当中 真的当时所有的人吓到了 为什么呢 因为整个内容荒腔走版 什么叫荒腔走版 他们第一件事情要封愿 各位要封愿 封愿的过程当中 就是因为医院里面有非常多的人 得到了不知道的一个感染 结果又起 你知道他第一件事做什么吗 做什么 他们把所有在外面的员工 通通扣回来 那时候很多的员工 扣回来的过程当中 他们想到的不是说 再来他们会被感染到 再来他们会被关多久 他们那时候脑中 第一个想法是 我如果被扣回来 我家中的老人家 我该怎么办 我家中的小孩 再来要上学 该要怎么办 医院分成三番 上面有领导人员 所以总共医疗人员加工作人员 900多个人 第一个全部都抠回来 可是你抠回来 900多个人抠回来 里面的一个病房 有200多个病人 然后里面 还有一百多个陪病的一个家属 你的整个分仓分流 该怎么注意 各位没有 束手无策 所以当时第一个问题是 医疗系统 医护人员通通没有防护医 在没有防护医的情况之下 各位你们知道发生什么事吗 我每次谈到这件事情 我心中都非常的难过 他们拿轻便雨衣 然后拿胶布 就慢慢的把那些衣服 把它给封起来 你再去比较邱淑提 他那副全部武装 你再去想想看 你再去想想看 到现在这个事情发生什么事 结果还发生什么 我再跟各位谈第二件事情 根据整个简慧珍护理长 简慧珍护理长后来他就阵亡了 他们家的血信的过程当中 他说因为那时候资源根本不够 可是很多的病人都在里面 所以能吃的通通给病人先吃 所以在4月24号当天 很多当时在轮班的医疗人员当天 各位就只吃一包面 他们是在饿得肚子的情况之下 就被赶到医院里面去 然后大家很慌忙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后来这些护士受不了了 各位记得那个护士贴求救信的时候 那个荧幕到现在都还在 一开始他们是健康的 然后被困在里面 他们就把求救的只贴在 整个窗户上面 后面贴一贴没办法的 用一些比较重的东西 重一重绑一绑 把它扔出去 扔出去外面的记者有些人跑去捡 有些记者的长官还跟他们说 不要捡不要捡 里面不知道有没有病毒 那个是我们当时的一个状况 结果最后面有人受不了了 后来有人受不了压力 他就跳楼轻声了 我现在所说的是 当时在院内发生的情形 结果这时候各位 我们这位伟大的局长 这位伟大的局长 他做了两件事情 这两件事情是后面 让大家最生气的 他就把所有的资源 兔保包装 然后整个氧气面罩 全部都戴上 结果戴上完之后 走完了 和平医院分成A洞跟B洞 然后他在A洞上面 跟大家里面的人 他也没有进去加油 做做样子 B洞呢 因为B洞病人非常非常多 他连进去他都不进去 然后出来之后 他第一件事情 他缓缓的把他的面罩拿掉 然后就跟着所有的新闻记者 对着麦克风在那边说话 我们看到这边我们都快疯了 你浪费了一个医疗资源 用的最好的一个状况 然后你把自己陷入在整个 所谓的危险当中 你真的视你为公卫专家的话 你这些动作你都不会做 然后他在跟医疗人员说完之后 他在里面那些医生 为什么那些医生这么生气 为什么那些医生的主管这么生气 这个不是一个医生 一个护士说的 这个是很多位医生 很多位护士 他们在现场看到之后 他们心都凉了 为什么 因为当时敲俗提跟他们说什么呢 他们跟他 刚才我跟各位说过 所有的防护医师用轻便语衣跟胶带去贴起来的 他就跟他说可不可以给我们资源 邱淑提说什么 他说你们自己的错误 你们要自己负责 你们自己的错误 你们要自己负责 这当中发生了什么事 这当中就发生了林仲卫医师 28岁的一个生命 他在没有任何的防护的情况之下 帮一个感染的人去做整个插管 后来他也阵亡 这件事情我们等一下放到后面再来提 结果到前两天 这件事情大家都要忘记了 年轻人根本不知道 要够老的人才知道 结果后面引发的口水战是谁 马英九总统 这次从杨志良先生 邱淑提前局长 一直到马英九前总统 来到这个地方 一个又一个的提油救火 马英九总统说 这个地方是中央下令 这个地方是地方执行 游锡坤当时是行政院长 现在的立法院长他说 你这个人讲话你要凭良心啊 今天包括了图醒哲 包括了林信义 包括了马英九跟欧静德 我刚前一段跟图醒哲在一起 图醒哲还特别打电话给林信义说 到底送报没有开会 结果大家所有的对口都不知道 那对口都不知道 没关系事实会说话 什么叫事实会说话 后来有一段录影带 哇这段录影带马英九总统那时候真是帅 可是帅没有用人要有大脑 这个比较重要 民国92年4月24号 包括了台北市长马英九 包括了卫生局长邱淑提 包括了和平医院的院长吴康文 他们当时就决定了和平医院 要做管制进出 因为马英九的一个懦弱 因为邱淑提的一个无能 间接的造成 其他人我们就不说 七名医护人员的一个死亡 所以监察院的公文当中说了 说很简单他说封院的配套草率不足 就地的隔离措施失当 而且程序非常的混乱 这个是监察院的一个公文 后来更痛苦的事情发生了 因为这些人 马英九跟他说 那你要不要把他送进中列池 有人当然不愿意送进去啊 他们今天不是战死的 他们是被害死的 所以后面的部分的话 高院有判决 高院的判决当中他说的什么呢 说防疫所需要的器材的供给 人员区域的一个确实的一个隔离 总共有四大的一个疏失 所以国陪确定 目前有七位人员刚好跟各位谈 刚好谈论到简慧珍护理长 我们今天要来谈林仲威医师 林仲威医师28岁的一个医师 他殉职 他爸爸我永远都记得 他那个爸爸这样子满脸眼泪的样子 他爸爸说我今天我要一个活儿子 我不要一个死英雄 结果后面这件事情各位 打国陪官司还打很久 打了非常久 后面他爸爸说他不是英雄 他是受害者 28岁的医师殉职完之后 国陪748万 他的爸爸又凑了200多万进去 总共凑了1000万 成立了林仲威基金会 目前林仲威基金会 专门在帮助澎湖区 因为我们澎湖是里岛 林仲威医师是澎湖人 帮助那边需要帮助的那些 所谓的贫苦的学生 各位再去想一想 我认为这件事情公理自带人行 我们却看到当很多人 对于过去所做的事情 他一把火点下去 点下去之后想想得意 想说哎呀 这个是他的一个功劳的过程当中 我们要去想的是 当时这件事情的荒诞 当时这件事情 后面衍生出来的 很多家庭的一个破碎 这些事情现在他们能找谁要呢 不过这个虽然这有人在唱衰了 还好这个今天有个好消息 我们刚前面就已经提到了 连续三天没有这个本土确诊的增加 只不过大家就在关心了 那照理说有好消息 怎么今天这个台北股市 感觉上还并没有这个复苏的感觉 这个问一下这个增威 尤其是大家很关注的这个台积电 台积电呢 照理说现在全球晶片 现在都来求台湾要了 怎么台积电的股价 这个不涨反跌 那还有很多分析师还说 其实这是一个好现象 网友都说我都躲在家里哭了 还好现象啊 事实上我知道 最近有很多的网友 一定是哭哭了 因为有不少人前一段时间 你还记不记得很多人还all in 这个把家里一些非常重要的 什么遗产的钱啊 或者是买房子全部all in 说实在这个段时间 真的就被压到了 那在这个被咬到的过程当中 我只是觉得 我们真的要正常 平常心来看待这件事情 你不用那么急着 就把它砍杀出啊 但是此时此刻 是不是一个很好进场点 坦白讲 又姐我觉得 我们内部的团队研究 我们觉得其实 目前还在615 我们认为啊 其实还是可以再稍等 等到什么时候呢 建议啊 真的你可以等到他600以下 好多人就哇好紧张 还要跌到600以下 我已经收这个损失了多少 我们必须要这样讲啊 投资人因为他 中间的过程当中过度的喷涨 所以我们只能说 在资金动荡的情况之下 我们当然要对台积电 互国伸展有信心 这很多人 我们的老前辈都有讲啊 很多人买了台积电三十几年 台积电从来没有对不起任何的投资人 这什么意思呢 你这段时间假设你真的被咬到 你600多块被咬到了 对不对 但是你稍微等等 因为全球少不了台积电啊 真的 当全世界都需要你 前段时间为什么会有外资 居然喊到这所谓的800块 甚至喊到往1000上去喊 就是全世界现在少不了台积电 你看光是车用晶片 它底下这段时间 为什么世界先进会飙的这么厉害 就是因为它是台积电的子公司 专门做什么 就是8寸晶圆的那个波段 那个波段的部分 大家都来全部来求救全台湾的半导体 所以你就知道连电跟先进 这个世界先进还有利基电 这段时间它的股价你看 它的涨幅尤其今年以来 连电涨了两成多 这个世界先进涨了一成多 那么今年以来是才一个多月而已 不到一个月呢 然后你看哦 利基电它涨了2%多左右 其实全世界少不了台湾的半导体 这里面更少不了台积电 因为你知道 这段时间车用晶片 你知道非常的缺 据说目前为止 全球目前为止 大概有475百多万辆 这车子因为没有车用晶片 光现在的哦 它几乎是当机 没有办法处理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已经考虑请求 因为你看德国制造大厂 德国的经济部长 已经写信给我们经济部长王美花 已经在祈求 那等于用国际政治的力量 来希望台湾能够释出 所以你知道 最近台积电已经正在研发 它用先进制程的方式 希望能够研发 现在可以用的车用晶片 但是你知道 又齐真的 我觉得真正的情况 除了我们相信我们护国神山 但我们必须要讲哦 目前全世界有机会去解决 车用晶片荒 的确我们台湾 非常的有这个能力 因为你知道 在这个彭博 彭博最新的一个报道 他有提过 哇台湾现在 被全世界依赖着 台湾的半导体 得台积电者得天下 所以你看美国要求 台积电要去美国设厂 日本也希望 台积电去日本设厂 你就知道说 在这个情况之下 全球少不了台积电 少不了台湾的半导体 这他用一个形容词 他就说危险的依赖 这代表什么 今天如果台湾怎么了 台积电怎么了 那全球基本上 你没有机会 是全球晶片荒 不是只有车用晶片 是你生活所有的晶片 你通通会受影响 在这个情况之下 所以为什么 大家地缘政治 开始拼命的抢台积电 甚至 这个我都觉得 法国的事故 也提出了不断的情绪 所以在这里面 如果我们具有 巨大的战略的地位 尤其我问你 现在你台积电稍微跌一段时间 他未来又会怎样 全世界需要你 你真的不用怕 但是你知道 有一个重点 我并不是说 目前为止台积电 完全万里晴空 完全没有乌云哦 这些部分 我觉得我们投资人家 听仔细了 在这个过程当中 产业全景没有问题 但是现在 大家还记得吗 我觉得英俏的 这个发包代工的部分 只是短期的一个事情 因为我们 说实来 我并没有替台积电 在英特尔的代工方面那么担心 就要为什么吗 因为现在 英特尔里面主要的两个对手 一个就是AMD超微 另外一个就是NVIDIA 他们在市占率上面 你知道NVIDIA 那个超微 追着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英特尔打的时候 基本上他 AMD怎么样 引故英特尔 15年之内 他就是透过台积电的7nm 所以我相信 过一段时间 你在应付不了的时候 那你 基本上我觉得英特尔他反正他自主要自行研发跟制造部分过一段时间 我觉得依照他市场的需求 他要应付他对付这个那个AMD 我觉得他未来一定有适度的一个这个发包的量 只是没有像原先预估全部发包 但我觉得这个并不是重点 我觉得真正的一个乌云会是在电动车 我们很难想象电动车这个字 你知道他代表17兆的意思 17兆 台币 你知道这个就是我们这个 就是那个拜登总统 他在昨天发出这个讯息 所以昨天中午 11点多 整个电动车 我们台股本来还在大跌 电动车的概念股 全部喷涨 像是那个同志 3522 你知道一下子奔到涨停 你的半生说 65万辆美国的这个公务车 全部都是因为电动车 电动车最完美的供应链都在台湾 对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想想看 这里面相关的价值 大概就有17兆 你就知道电动车多么的重要 那我们好几次已经有跟很多投资人提到 今年2010年 2021年最重要就是电动车这三个字 那在这里面有一些隐忧 我觉得投资人要留意一下 第一件事情 如果拜登的这个部分 他要求要电动车 那么另外一个最重要的乌云的薰性 也就是特斯拉 特斯拉明天好 28号要公布他的财报 那一般的人预估甚至非常看好他 预估居然有人喊出1000块的这个特斯拉 要奔涨上去 这个那马斯克都已经当了首富 但是在这里面 你知道吗 最近传出个重要的消息 那特斯拉有可能他在FSD 也就自动全自动驾驶感测的部分 有可能他会让三星去包他的晶片 因为有些部分 据说我们目前为止 我们的台积电才能太满了 塞不进 但另外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警讯 因为你知道既然电动车这么的重要 这里面涉及有两个部分 我觉得非常的艰巨 第一个是什么呢 这里面 如果假设特斯拉真的是发包给了三星 南韩这个竞争对手就出来 你知道吗 目前为止据说 特斯拉其实为了跟Apple Car 开始正面对决 两边已经开始叠对叠了 那因为全台湾目前为止最完整的工业内在台湾 对不对 所以你知道据说五个多月前 其实特斯拉已经秘密找了他的一些高层来台湾 跟河硕 跟广达 跟友达 我们台湾的一些供应链开始在密谋 这代表什么 未来很可能在全台湾的产电动车供应链会变成两个世界 一个是特斯拉供应链 另外一个部分是Apple供应链 所以如果接下来我们希望这个特斯拉在委托给我们台积电 原本希望代工部分不要移动 我们也希望包括特斯拉 包括苹果 你再怎么竞争都能够在台积电下单 但你知道另外一个最重要的 一句话就好 你知道其实未来最重要的引诱会是谁 我觉得是在南韩 我们千千万万不要以为这个最大的敌人永远只有中国大陆什么 这些部分都是 但是我觉得现在最重大的一个问题之一 我觉得政府都要关心很可能是南韩 因为Samsung它现在有志一同想要来抢我们台湾的晶片 电动车的 但你知道吗 抢Apple Car订单的另外一个就是现代 而且你知道目前为止南韩的这个散户 买了四成左右的特斯拉 全南韩的散户 所以我会觉得南韩这个可敬的对手 特别是它相关的这个产业供应链半导体的部分 我觉得是我们很重要关切的目标 我们很多的投资人要保护我们的台积电 保护我们的霍国深山 对抗这些未来潜在的敌人 而且再加上我们现在的防疫还是坦白讲 群球数一数二的好 所以大家要有信心 我们现在的这个经济动能都还是很强的 你也来看看这个中国 中国现在这个疫情不妙 我们这个三天零本土确诊增加 结果中国现在北京是连续13天都有本土病例 其实中国现在的疫情很严重 我们从一些大都市来看 那包括上海 其实1月25号上海官方就告诉你说 他们的本土确诊零星只有两例而已 而且他说那个本土确诊15例的话 现在都是在示威中心接受治疗对不对 而且告诉你这种零星的案件的话 也不用怕啦 零星案件很简单嘛 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啊 可是说实在话是真的是这样吗 从他去年开始的话 隐匿疫情的隐匿数字的话 隐匿到都已经作假都做成精了 你知道吗 那现在很多人就在开始 包括这个 这就是在上海的浦东新区的一个核心证 他们现在在盖新地标吗 大兴土木整个土地大概有百亩的土地 已经都弄平了你知道吗 那后来人家才知道说 没有运过来的这些东西的话 看起来是在盖方舱医院 他又在盖方舱了 白亩的土地盖方舱医院的话 这少说容纳也要上千人啦 对 那个告诉你说 哇 这规模不小啊 表示他的疫情已经又在起了嘛 对不对 而且他们又在讲说 其实包括除了这个 浦东新区这个地方 核心证这个地方在盖方舱医院之外 其实黄埔区里面的贵溪跟昭通小区啊 他们里面很多居民都已经被拉走了 集中隔离了啊 所以你在引力没关系 对不对 上海的疫情我们昨天也讲了 很多随地倒的案件 层出不穷啊 对不对 你说随地倒 讲到这个你看 1月26号 连内蒙古哦 他们在开人大会议的时候 有没有 这个是谁 他们内蒙古自治区的主席叫做布晓琳 有没有 这个整个画面是在直播中 直播中的时候 他突然间讲话讲一讲之后 他突然停顿 他就倒下去 人家都惊死了 你兄弟怎么说到一半时 都倒下去 所以人家讲说连内蒙古这个 整个那个疫情都已经到这个地步了 连那个主席啊 内蒙的主席布晓琳 报告的时候都可以随地倒 所以你看上海的随地倒 这算什么 连自治区主席都可以随地倒了 一般老百姓随地倒不算什么 这是他们的说法 那我说实在话 除了上海之外 内蒙古之外 其实这一次你看 这个北京这个疫情也很严重 现在中南海现在走到那里 他之前我们不是讲说 包括石家庄 河北很多地区 疫情大爆发 他们现在严禁说 你河北人不能够进到北京 所以公交车也停了 很多轿车也限制你行走 那怎么办 很多人在北京上班啊 你公交车也没了 那个车子也不能走的话 那他们说实在话 他们大清早 就开始要徒步一下 进京上班 你知道吗 他们进京上班 还要过检查站 每个人还要做检查 检测温度干什么 他们的网友就讲说 看到这个人潮的话 他们真的看 真的很吓人 你看看 中国什么没有 就是人多地大 一个一个检验 网友就看到这个画面 就讲说 排队四个小时 都还看不到检查站 那我如果到了 上班的地点的时候 那不是直接打下班卡 为什么打完下班卡 我直接再徒步回去 反正来回都要十几个小时 所以我就跟你讲 这个上班这上什么班 对不对 那我们讲说 我们昨天也讲说 包括吉林通话这个地方 它的疫情爆发之后 他们开始要发物资 那发这个物资的话 就是我跟你讲 他们有钱没钱 连发物资都要看你住的地方 你知道吗 他们在高档小区的地方 你看 哇菜色丰富 有什么大白菜 小黄瓜 什么不瓦 什么有的不的 洋葱什么 应有尽有 你看 这么多东西 我们昨天不是讲说 你如果住的地方 是那种老旧城区的话 你拿到这个已经很开心了 拌烂掉的那个菜 地瓜 什么蔬果 什么马铃薯 那都暖掉了 更夸张的还有人讲说 他们根本就被遗忘了 丢两个洋葱 四个马铃薯 几包方便面 差这么多 而且这是什么 你知道吗 五天要吃的 五天要吃的 他们家几口罩你知道吗 他们家还有七十几个老人 这时才来在吃方便面而已 所以就跟你讲说 你看他们有钱没钱 差很多 这个老旧城区只能这样的话 所以他们现在除了上网求救之外 没东西好吃 可是说上网求救有用吗 昨天有 副市长不是出来道歉吗 也开始派两个送米的 八个照相的 大外宣 告诉大内宣 告诉你说我有去送 送了之后吃了 你只要不死就好了 拜托你这样 就可以维持一下 大家共体时间 现在也传出来很多人 他抗议他除了上网去求救之外 他现在更激烈的手段 他现在就是上吊 或者是跳楼轻声 他表达无奈 甚至不爽 不爽也没用 他只能用这种激进的方式来处理 可是这几天你知道吗 习近平他在北京参加一个世界经济论坛 他是用视讯方式在谈话的时候 他竟然告诉全世界讲说 疫情的突发公卫事件 绝不是最后一次 对对 讲话大家就很均重 他讲说不是最后一次 难道你继续要放毒吗 真的 对对 你之前不是最后一次 你为什么可以很清楚知道 不是最后一次 对 那当然大家是希望说 现在武汉肺炎都还没有平息的话 你就告诉我 预告下次还有另外一次的话 大家都怒在等你知道吗 好啦那我们刚才讲说 这个小区发放物资 还要看你有钱没钱 对不对 其实最近有一件事情 也让人家觉得很纳闷 就是习近平 大家在讨论他的手表 讨论他的手表 虽然这是第二 在世界评比里面是 Omega 是属于第二级 第一类的手表 价值是不会很多 而且这个手表的话 大概约薪台币 大概4万多到5万之间 可是大家人家就在 开始在讨论 那习近平你戴这个手表的话 你的月薪5万 大家想说 中国国家主席 你给他插一下 月薪5万 你怀疑 他不是在国外买豪宅 有的没的 人家就告诉你说 所以难怪说不贪就不会发财 对不对 月薪5万 也在国外买豪宅 所以人家就想说习近平说 大家就在开始讨论 你的官职跟你的收入 不成正比 对不对 难怪他还拿5万 所以李克强告诉你说 6亿人 月收入1千块人民币以下 那是正常的人连习主席 习大大国 只要认这 你是要认多少 所以就告诉你说这个国家就这样 可是问题是 你月薪5万多块对不对 你戴这个手表 你说这个手表就等于你一个月的薪水 以前之前他在打贪的时候 不是很多人就是因为什么 这些贪官都是因为带的名表出现 被人家发现说 原来你带名表 所以那个时候才顺藤摸瓜 把这些贪官给抓下来 那你现在习大大带这个表 虽然不是很名贵 但也是名表对不对 那谁敢嘴习大大的手表 对不对 好了那除了这个手表 我们就开始看一下 全世界各个领袖 其实说实在从他们戴的手表里面 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像我们那个金小胖对不对 金小胖戴这个 Novato的那个手表对不对 这个下盖新台币就四万块 那可是他为什么情有独钟这只手表 你看这个手表的话 有个特色你知道 这个手表很简洁嘛对不对 这个设计是一个俄罗斯的艺术家设计的 他告诉你说这个刚好一颗太阳 就在正中心的上面 所以金小胖说 只有我能够当这颗太阳 是这个意思 所以戴这个手表 对而且美国的手表对不对 俄罗斯设计的 你看他世界两大强权 他都已经有跟你沾上边了嘛 所以他从这边就可以知道说 他其实是打完两面手法 那另外一个戴手表很有名的 就是这个俄罗斯的总统普丁 普丁他的手表多如毛鸟 他真的人家讲说他有收集手表的习惯 人家讲说他收藏的碗表 大概价值是他当总统的年薪的六年的薪水 六年的薪水 那普丁的薪水是多少我也不知道 反正他就是他出来之后每次都带这个名表 可是我跟你讲普丁要看他的不是只有他的碗表而已 普丁号称是第一型男的 他出来那种每次那个身材很健壮 大家如果关心一下你看他的西装 他的西装才是名贵 你看那个不管他怎么动 看男人的西装价值在哪里 不管你手举起来怎么动的话 那个西装这两个领口永远贴伏在你的身上 这个是美贵 我跟你讲那是量他的西装的话 那个表示那是名家之手 那是立体检材你知道吗 对照一个我们前总统叫做马英九 他的西装举起来放下去就全部都开了 所以就知道说那个西装都很廉价 所以普丁的西装你看不仅他的碗表 他的西装就表示说他的收入应该是不少 好了那我们再看一下美国总统 为什么大家会关注到美国总统的手表 因为这个拜登前几天不是宣誓就职吗 他的手放在圣经之上 就让人家发现说哇你带老律师 而且这个老律师还大概在台湾卖 现在大概二十几万 这一只手表其实美国老一派以前早期 你去看那个美国那个总统的很多画像 其实早期的美国总统一百年前 或者几十年前 他们手上都是带老律师金表 而就告诉我们这是什么 地位跟尊贵权贵的象征嘛 对不对因为那个年代老律师金表 就表示你的地位跟你的权贵 那可是说实在话 后来经过一些美国总统之后 这几天下来的话 看到其实没人在挂老律师 这老律师已经退席了嘛 那我们只能讲说 拜登现在还在戴老律师手表的话 就表示说他这是老派的政治人物 他还很怀旧啊那个 那当然最受瞩目的要看到川普 川普的手表跟普丁也是差不多 他也是什么僵尸丹顿 百达斐利或劳力士 可是说实在话 他最喜欢的就僵尸丹顿这一只手表 你知道吗 人家讲说他为什么老是在竞选场合里面 每次出来都是带这只手表 大家讲说这是不是他的幸运表 他只要造势场合或者竞选场合的话 出来就带这只表 那也不知道 反正这只表就是在他竞选场合的时候 一定会随身不离的 不过这个习近平一个月的薪水 中国国家主席也竟然只有台币五万块 你相信吗 不过这个问一下这个敏宽 你看一个国家主席手上带着这个名表 可是需要老百姓禁奢 然后呢这个连这个酒啊 连这个小老百姓想要一瓶 难如登天啊茅台 但是呢贪官家里一大堆 这几年中国大陆那些贪官 一个比一个夸张 上次抓到一个他们家有七千多瓶的一个茅台 结果呢当那个检调冲进去的时候 他老婆一边倒一边哭 那为什么呢 哎呦你怎么收集这么多 我们都来不及倒掉 结果今年过年了 哇今年过年还辛苦呢 为什么很辛苦呢 现在中国大陆我们都知道疫情不太明朗 可是不太明朗当中 他们官方要有官方标准的一个说法 所以今年的官方的标准说法是什么呢 叫做就地过年那目前就地过年 本来预估是预估六成 结果这次还超过 那为什么呢 目前就在看 第一个你回家你要做PCR的一个检测 这要花一笔钱嘛 那你回去又隔离14天 对 回来又隔离14天 那一年就12个月而已 你就花一个月在那边隔离 想一想也不太对劲嘛 所以今年春节 目前就劳工来说的话 全部去看66.7%的话 他们就会就地过年 但就地过年辛苦 为什么呢 听说最近白菜的价格啊 就整整涨了10倍 那过年到了 当然各家有各家需要准备的东西 过年嘛桌上百瓶酒总是比较好看 结果呢最今年买酒难买了 你知道又鸡最近发生什么事吗 过年还没到对不对 对 这个是叫做国教 他的代号叫1573 哎呦 涨价也就算了 结果现在还跟你说什么呢 他说停工 那为什么停工呢 因为今年已经额满了 然后额满了额满 你就说那我没关系嘛 我现在1月我额满了 我台2月了好不好 他说没有 2月也都额满了 而且还涨价涨了六成 他从台币3650块 涨到5875块 这一瓶酒小小一瓶 还要快要台币6000块哦 重点是你有钱你也买不到 那还有什么是有钱也买不到的呢 这个是贵州茅台 贵州茅台最近真夸张 为什么呢 各位单箱哦 一支台币要13000 散装的一支要台币10290 根本跟液体黄金一样哦 可是这个啊 他们说不好喝 要放 要放 对因为要陈化 各位要陈化 一瓶酒买1万多块回来还不能喝 还要摆着哎 等他真的是昏倒 结果呢他们就说如果你要好喝的话哦 你要去喝这个所谓的飞天系列的 飞天系列的 目前有所谓的旧飞天也有新飞天 但每瓶都要台币4万以上 一瓶酒要4万台币以上 你这样就这么大声 等一下我讲你不会吓到我 真假 他们说真正有年份的这个叫什么呢 这个叫车轮 车轮一瓶的话目前台币是20万以上 请各位记得哦 一瓶是20万以上就好了 为什么啦 因为等一下我们有一题要从这个地方解 那当然来到这里很多人就说嘛 哎呦那中国这些卖酒的真的赚这么多钱吗 哇还真会赚呢 他们叫做年度获利前三甲 谁呢贵州茅台第一名赚了台币1911亿 哦很厉害 五粮一排名第二名赚了836亿 卢州老教就是刚才所看到的这个国教系列的 对他一年也赚252亿 然后呢过年过节到了 你知道中国的官员最怕什么时候吗 最怕两会 然后第二个呢怕过节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习近平专门在两会的前面抓贪官 过节前面抓贪官 那为什么 各位你去想看你都要回家了 然后去想看今年的年这么难过 这么难过的过程当中心中恨不恨 恨啊 总是有一些心中的抱怨 这时候心中的抱怨的时候 政府就要抓些人来记棋 所以啊中国的很多的官员最怕这些所谓的过年过节跟两会期间 最近就抓了 第一抓先抓谁呢 哇 烟草跟酒精管理局的副局长 他的名字叫赵宏顺 就这个赵宏顺还真仙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被抓那一天喔 被抓那一天喔 被抓那一天他居然没跑 没跑 为什么没跑你知道吗 因为他一个人趴在桌子上呼呼大睡啊 然后呼呼大睡这时候那个 去抓他那个人就把那瓶茅台酒把他拿来一看 又齐那你猜那一瓶茅台酒值多少钱 值多少钱 那你猜啊 4万块 4万块 乘20倍 乘20倍 那一瓶酒台币80万 夸张 那一瓶酒先说喔 赵宏顺被抓那一天人鸣叮大罪喔 为什么鸣叮大罪呢 因为他一个人喝掉了50年的茅台 哇 80万喝掉了 然后大家说这种酒是拿来喝的吗 这种酒是硬通货 直接喝掉喔 然后人鸣叮大罪之后 就把他抓回去对不对 结果抓回去之后 他直接在警察局呼呼大睡 然后呢 这时候大家就说 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大的官啊 那当然他的官也挺大的 我们刚刚不是讲吗 他是那个烟草跟酒精专卖局的副局长嘛 结果去他们家一抄 气人喔 为什么 他们家总共有2900瓶的一个茅台 全有年份 哇 难怪他喝掉一瓶80万不怎么样 所以我们镜头回到这边来吗 刚不是讲吗 这个不好喝的都一万多了 然后呢 飞天的四万 好的 这个都动辄三十年四十年以上的 这个二十万以上 这边他一瓶的一个人就把五十年的 给他喝掉了 天啊 然后他们家里面2900瓶的茅台 还有现金台币3780 三亿七千八百万 气不气了 气死人 所以你刚跟我说习近平他一年年一个月年薪五万块 这起床就好了 就跟普丁一样 各位你知道吗 对美国很多的情治单位来说 他们认为普丁是全世界最有钱的人 普丁最近有一间别墅在黑海旁边被看到啊 真的哦 那个超夸张的 大家就认为说 普丁的资产应该超过一千亿美金吧 我认为一千亿美金还不够 为什么呢 普丁今年做了一个非常豪华的生日宴会 你知道生日宴会 我们生日宴会会吹蜡烛对不对 千亿天不是你生日 在那边吹蜡烛啊 人家普丁生日宴会多豪华啊 你知道多豪华吗 他们的参谋部长说 普丁总统祝你生日快乐 然后就一颗飞弹 打出来 各位 10分钟打450公里 把船直接把他打掉 全世界看到就说 哇 好威的生日礼物 对啊 我们生日抗生日快乐歌 人家生日直接发一颗飞弹 把把船给打了 然后呢 回到中国大陆 最近除了抓赵洪顺之外呢 最近又一个倒霉人 这个叫张太超被抓到了 看到这个张太超 我就认为他身体一定很好 哦 怎么说 你去想想看喔 各位 你如果有五个太太 你的身体能不好吗 哈哈 你去想喔 五个太太 然后 你如果说单单你的生日 五个太太 一个人陪你吃一个晚餐 你晚餐从中午 一直吃吃到晚上也吃不完耶 结果呢 最近这个张太超 小太太被抓到也就算了 结果大家一去操气死了 为什么呢 这个是他最小的太太 今年才26岁 他总共有五个太太而已 就是说这个太太 上面还有四个姐姐 结果这个小太太家里面呢 名牌包一整墙 珠宝一整柜 然后刚不是讲那个名酒吗 他们家是三面的酒柜 什么茅台啊 多好的酒啊 国外的酒啊 通通都有 全部通通都有 那你知道让大家最觉得 最神奇的是什么吗 是他们家的马桶 马桶 对 因为他们就一进来 就一直跟客人招待说 我们家的马桶台币80万耶 天啊 我们家的台桶台币80万 结果一看那个马桶 我看了我都觉得超酷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这个马桶 搞不好他真的里面有感测晶片 那个马桶居然你们人喔 你走进厕所 他会先自动冲水把你冲干净 冲完之后呢 你还没有靠近他喔 他的这个桶子会自动浮起来 直接拉上来 可是我想一想 马桶一个80万好像也挺怪的喔 可是我们去想想看 中国这些贪官一个比一个夸张 一个一个比一个身体好 这边是一瓶酒喝掉了80万的 这边是有五个太太的 家里面名酒一大堆 马桶一个80万 可是呢 我们说最厉害的还是谁呢 还是习近平 你知道习近平上来之后 贪官总共抓了几个吗 抓了几个 抓了150万个 这个数字很夸张耶 150万个是大大小小的官喔 从地方的 从整个所谓的中央级的长官 一直到村里长全部都抓喔 可是他上台之后 大大小小的官抓了150万个 所以我们刚不是讲嘛 过年啦 然后开什么两会啦 政协人大会啦 次次都拔刀来做记棋嘛 可是每次都有人来中箭落马喔 可是中国真的太大了 而且当官真的太好赚了 这些官怎么抓都抓不完 所以我们每次呢 时间点到都可以来跟各位说 喔 谁有几个太太 谁家里面有几亿的现金 谁家里面有多少的一个 茅台的高喜酒 可是呢 一般民众想买 别呆了 停止供应 今年你也买 而满 你连买你都买不到 茅台没得买 这个就是中国 人民跟官员之间的差别 不不呀 你看喔 中国疫情现在感觉有再起来的趋势 结果习近平出来讲风凉话 还说什么这个疫情啊 不会是最后一次啦 所以网友才会酸说 你现在是要 所以是怎么样 再预告你又要放新的毒吗 而且呢 无独有偶啊 他的好朋友啊 谭德赛啊 也开始在那边讲风凉话啦 这个习近平说 绝对不是最后一次 那当然如果中国还在的话 那当然不是最后一次 别忘了18年前的时候 中国给全世界带来这样子 SARS这样的疫情 那只是因为那个时候 全世界的交通往来 还没有像现在一样这么频繁嘛 而且那个时候的WHO 处置非常明快喔 那要讲18年前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WHO很快 就发布了全球的相关的一个通告 那所以说在那个SARS 还没有开始在全球扩散之前 他发布的这紧急通告 各国已经有所准备 不像是这一次啊 这一次里面呢 其实WHO他本身的表现 荒腔走板 为什么这么说 来先给大家看一个最新的新闻 好 全球武汉肺炎确诊数正式破译 谭德赛说数字会使人麻木 天哪 讲这个东西 我真的是觉得奇怪了 他有资格说吗他 如果是在一个 我这个平心而论啊 如果是在一个民主国家的话 一个民主国家里面 负责卫生的相关的官员 防疫防烙这样 早就下台 但是谭德赛呢 偏偏一直还坐在这位置上 对 一直坐在这位置上之外呢 还一直成天讲一些这样子的 让大家觉得奇怪 到底是在讲什么的话 如果大家一定还记得嘛 去年在1月份的时候 台湾已经率先 对中国做了这所谓的 那个 边界还没有完全关起来之前 就已经在做班机的管制了 班机管制 大概要登机检疫啊等等的 然后之后 更是抢先一步说 中国的航点全部限说 只留下5点 只留下5个航点 其他的班机把它关掉 为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说 你要管理病毒 不要让它进来的时候 你要做边境管理 去年这个时候 谭德赛还讲什么 他呼吁世界各国不要对 中国过去的旅客做旅行管制 真的 不然你就歧视 对不对 谭德赛在去年的此时刻 还在呼应中国的这种论述啊 对 那中国的这种所谓的 你管制就是歧视这种论述 一听就假的嘛 为什么 因为之前英国所谓 变异病毒爆发的时候 中国不是率先对英国做边境管制吗 对英国班机做边境管制吗 对 等到呢世界的疫情在爆发的时候 中国不是对外国要进中国人 都很另眼看待吗 对不对 那所以你可见 当时中国在讲这些借口 中国不想要背负这个疫情 爆发的骂名的时候 是谁在帮他呼应 谭德赛在帮他呼应啊 对 你要知道啊 如果说他在去年的此时时刻 嗯 在去年的此时时刻 他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 啊 医院就开始呼吁说 世界各国 那你从中国来旅客 你要量体温哦 你要做一些最基本的检疫 我相信 世界疫情绝对不会这么惨 嗯 所以这个确诊数正式破疫 他当然有责任嘛 对不对 而且整个这个WHO里面啊 他呢 防疫不好好的防之外呢 还在搞政治 搞什么政治 来 这是他最新发表了一个哈 这个关于染疫的跟死亡的数据 嗯 结果呢 大家现在看到说 竟然啦 WHO又把我们台湾 放在这个中国之下啦 真是狗了 把他跟港澳并列嘛 这简直四个是莫名其妙 对 为什么你看 中国的染疫啊 有到这么多 死亡有到这么多 嗯 那港澳的疫情也都是这样 那唯有台湾 台湾的这个数字 但是一看就知道是绝对跟中国不一样嘛 对 想拿我们去平均啊 所以其实基本上来说的话 我们的联合国 这个相关的规定里面 也没有说一定要把台湾放在中国下面啊 对 偏偏WHO就这样干嘛 关键是谁 譚德赛嘛 跟中国好朋友 所以说你看 你看引来了这样子的一个 那还不炸锅嘛 在WHO把这个 po在他们粉专之后 有非常多网友去抗议 啊这些网友呢 其实不见得都是台湾人哦 有一些不是台湾 是台湾以外的人 也是在跟他们抗议啊 对不对 对 抗议什么呢 抗议台湾不是中国的啦 武汉肺炎才是中国的啦 这实话 对不对 怎样在讲这个东西 到底是在搞政治还是搞防疫 我看WHO搞政治真的是居多啊 对不对 那尤其是呢 现在呢 大家习惯说什么 诶 你WHO到底要不要去调查疫情 诶 过了一年了 还在讲调查疫情 对还在调查 等我还没有一年了 全球已经一亿人染疫了 你还没有办法继续好好的调查 大家都麻木了 你还是这样去调查 那根据呢 一些这个中国的媒体报导里面出来啊 就是有这个武汉肺炎的死者家属 公开呼吁说 武汉市政府敢不敢跟这些家属 一起见世卫的专家团呢 嗯哼 因为他想跟世卫的专家团说啊 要听受害者家属的经历 真的 因为如果你想调查真相 可是你不敢见受害人 那你不是在呼通全世界的人吗 嗯哼 这个虚假的调查结果呢 他们是不会认可与接受的 因为呢他就说 WHO啊只是一个官僚的机构 在WHO专家小组 要去武汉调查的时候呢 中国的网路警察啊 1月16号的时候还封锁了一个 上百人的受害者家属的 这个微信 你能想象吗 又来调查的时候 把你微信封掉 把你微信解散 让你们没办法串联 没办法发声 所以 其实说真的 以现在习近平他讲的这种 道貌黯然 出去 好像自己非常的 用他们中国话讲高大上 呼吁这个好好处理 其实大家心里面听起来怎样 大家心态都很清楚啦 所以 以习近平来讲的话 他现在很多发言在国际上 是失去公信力 他26号的时候 他用视讯出席一个叫做这个 Davos这个世界的一个 经济的一个论坛 那这个世界经济论坛里面 他讲的很好听啊 他说啊 在国际上搞小圈子 心冷战啊 排斥威胁恐吓别人 动不动就说要脱钩 要断供应链 要制裁 人为造成隔离 甚至隔绝呢 只能把世界推向分裂 甚至对抗 所以呢 中国要反对 市场凌弱 不能谁手臂出拳头大 谁就说了算 也不能用多边主义之民行 单边主义之死 哇 是听起来 哦 我们台湾人一定很有感嘛 对 因为我们一天到晚 就被中国的拳头威胁嘛 中国的拳头都伸到我们 鼻子前面来随时说 把我们打下去嘛 对 是不是前几天 十几架军机 又来绕我们西南海域了 对不对 然后中国呢 一天到晚要搞什么 一天到晚说 不给你陆克来 陆生不给你来 然后呢 要把你台湾什么 发明到穷台论嘛 要把你台湾穷死 这些话不就是 中国共产党 一天到晚 在对台湾2350万的人民 在讲的吗 这个我们驻美大使小美琴 他就 他是战猫嘛 很聪明 他就呢 在推特上 转推了 这个习近平的这一句 反对市场凌落 不能够谁拳头大 就谁说了算 对 他说 I will quote him on that 我会引用他的这句话 这句话一出喔 在推特上 引起了非常多的这个回响 他就说哇 这个台湾的大使讲得真好 因为台湾正是 中国这样子霸凌的 中国这样子一个行径的 最大的受害人嘛 所以由萧美琴来讲 我相信 我相信 萧美琴大使讲这句话 是讲出了很多全球的 所有外交人员的心声 因为绝对不是说 只有台湾受到中国这样的起点 那当我们台湾现在呢 能够在世界上 更进一步让人看到的时候 这当然是我们 很好的机会 不过讲到这个 中国想把台湾穷死可能吗 我问一下这个 曾薇啦 今天这个联发科的法说会 哇很多人非常期待啊 对非常关注 而且刚刚传出来的最新 果然是好消息 来 尤其我跟各位观众 简单的报告一下 因为他这一次的法说 非常的重要 也会知道说 他明年的展望 但更重要的是 他传出一个非常好的讯息 是在去年的第四季 他的财测 直接飞越过他的高标 他自己本来已经定了高标 还超过他的高标 那他的这个税油存益率 年增134% 原本大家这个市场上 原本以为大概是40 50%了不起了 他居然是高达大概134% 超过这么多啊 很厉害 而且全年的EPS 因为我们投资人最关心的就是他的 每股你能赚多少钱的EPS 是26.01元 六年来的新高 所以我就想说 其实前面我们在那边讲 提到我们这个 我们柴基电 现在曾经把他这个 以前曾经有发动过 这个南韩灭台计划 Q台湾 这样子的一个对手 就是南韩 那我们台积电 曾经把他一举击溃 但是现在他居然还回头 想要抢我们的电动车的市场 那我相信我们的台积电 会给他大发神威 再把他急回去 但我觉得另外一座 护国深山跟着也就上来了 这段时间大家讲 即便台积电他稍微有回档 其实联发科 他也另外一方面有机会去顶着 其实互相 而且大家都有提过 另外一座台湾的护国深山 就是联发科 而且有所谓的小台积电之称 那这一波段他发布的这个法说 坦白讲 我们就觉得他真的不愧 他这段时间 他这个最高峰 他来到了946块左右 已经冲破900多块 那其实很多的外资有提过 帮他纷纷调高他的目标价 调高到大概1000块 那最高的有1330块 但我觉得最重要 他的利基是什么 就是财报量力 他公布出来的数字 在2020年他营收 光是这个公司的营收 全营收已经3221亿 相当于超过了 这个100亿美金 这就打穿破了 目前为止全台湾 在这个应该是全世界 在这个智慧型手机的业界 他能够达到的最高的 就是突破这个数字了 所以你看 这为什么联发科 他会发出这个 每个人大发这个10万块 奖金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那你知道 他这样子的营收 已经年增三成 我坦白讲 这个数字真的是 非常的不容易 非常不容易 那我们刚刚讲到说 其实虽然这段时间 大家都知道 他今天稍微收盘 大概800 这个97 虽然没回到900 但是我们能够预估 他今天的法说 明天他的股价 一定会有他的 应该要有回报 给他的一个表现 但是你看 现在外资 现在纷纷裁测 现在在这段时间 当然高档震荡 1万6 但是你知道 未来他的这个外资 他基本上 纷纷都是以买进来评估 而且认为 他是优于大盘 这个联发科 那目前最高价 给他涵到1330元 其实基本上 我们只能说 到时候 联发科很可能就是 所谓的8千斤 8千斤或9千斤的 一个重要的一个标的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还是觉得 大家很想知道说 那究竟过程当中 去年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为什么这个联发科 他能够这个一举打败高通 你知道 这个答案就在这上面了 好 其实坦白讲 我觉得跟各位投资人 或者跟我们所有的观众知道 这个联发科 你知道 以前我们常常都觉得 我们台厂 都是被这个中国大陆 用价格战厮杀什么 你知道 其实这个轮到我们了 也是我们联发科 开始发动价格战 你知道去年他能够一举 去越过这个高通 现在市占率 他能够成为全球一哥 他的市占率能够达到第一 最后他发动了一种价格战 什么意思呢 他就是发动 中低一个价格带 也就是大概在100美元 到250美元这个价格带 他定了一个非常漂亮的策略 目前为止全中国大陆 他内部的市场 他的所有智慧型手机 只要是这个定价在100块 1万块台币 折换一下100块1万块台币 以下的全都是用联发科的晶片 这就是为什么全球的市场 基本上通通被这个联发科 给收购光了 因为中国晶片自治率实在太低了 他漂亮的打出一个价格战 他把那整块的价格带 全部通通包了 全部都变成联发科的晶片 手机的市场 这是他第一名 另外一个重点 你知道其实也藏在这个图里面 你知道其实这个图里面 却没有呈现2019年的上半年 2019年上半年的时候 当时的联发科 他其实只是老三 在全球的市场里面 老三是联发科 第二名是这个海思 第一名是高通 所以很多人想到说 在这个情况中间发生什么事情 其实我们有些时候 我必须要讲 虽然川普总统已经下台了 而且状况不是很 对他的状况 其实也并不是很OK 但是我们还是必须要去感谢 他的中美贸易战 你知道这件事情 是真的讲要负责任的 你知道因为中美贸易战 在打打打的一个过程当中 让我们的这个联发科 有机会 从这个所谓的2019年 本来原本我们是老三 有机会到达我们的No.1 原因在于哪里 因为中美贸易大战 是不是要去美化 所以你在 这是这个川普总统 当时下的劲力 那美国的技术 如果含量超过25%以上 甚至后来更低10%左右 就不能够再去进驻到 这中国大陆里面 其他的这个企业市场 在这里面 中国大陆也反击啊 那我们就来个去美化 在这个过程当中 一边要去中化 一边要去美化 中间谁得利 我们在联发科啊 所以我们联发科 你给他买 没有什么样的问题 因为他是我们台厂 所以你知道 我们有些时候 坦白讲 我们虽然不应该这个 这个以此为乐 但是我们必须要讲 这个市场上 某部分真的是一个公平 某人的失败就是我的快乐 真的是如此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联发科就是一个最大的受益者 那我们不是说 那联发科 从此以后 他就完全只能做在一个 中美贸易大战 战火持续延烧的一个悄悄百 就能够得力 其实不是这样的 他本身没有三两三 机会来了 你也没有机会抓住 所以你知道 其实他去年做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决定 前一年就已经奠定了 就是他的5G 他抢先在高通之前 抢先发布了全球5G晶片 第一个 所以过程当中 他做了很多的策略 他现在跟这个爱立信啊 很多的那个汽车 跟很多的那个 那个手机市场 大厂全部都签好约了 所以只在一触即发 所以我们想说 其实有些时候 我们有些时候 我们也会发动价格战 有些时候 我们也许只能 也可以小小依靠一下 中美贸易大战 可是这终有一天会过去 什么时候才是最重要 就是自己的实力技术最重要 我相信联发科 能够占了这个市场上的第一名 我们也希望 他能够持续保持下去 问一下伟航 其实看得出来 很多人最近都在讲说 这个拜习之间 以前的好消息 已经出现了变化 习近平最近 对于这个拜登 甚至拜登政府 其实有些作为 跟讲话好像也不太客气了 所以你怎么看 这个中美贸易大战 到底有没有可能持续下去 好的 这其实就是阿苗刚刚讲的 习近平在达沃斯的 线上的论坛里面 他提到就是 不要搞什么小圈子 新人战 搞什么脱钩断工 人家都还没讲什么 你就先嗆人了 好像是我是老大 我指责你 你美国不要玩 虽然习近平也没讲是哪一国 但全宇宙都知道 就是美国在断工他 在制裁他 那当然还有其他的观察点 我们先从第一个面 美国驻美大使 这个崔天凯 他日前接受这个新媒体的专访 他特别 这个针对这个中美关系 又提出一些新的说法 他说 美国最应该恢复是大国应有的样子 好 又来下指导期的 中国人教美国人 你应该怎么当大国 他当然谈了很多问题 包括之前因为那个间谍案 相关的问题 被美国人关掉的休斯顿领事短 会不会恢复呢 这个球当然不在他这边 因为那个间谍案要解决 中美贸易战 拜登已经说了 就是该继续还是会继续 先继续几个月再说 我之前已经跟各位强调过 美国人吃到嘴巴里了 你很难叫他吐出来 他原则上都会继续下去的 好那中美关系有可能再往下走吗 要注意我们台湾很多人对拜登没有信心 老共呢 崔天凯呢 其实也没什么信心 他们对更没信心 他也觉得我这个说不准 就是 其实拜登政府厉害就是厉害在 他不像川普直接讲我很讨厌你 他搞到这么久了 你还不知道他到底讨不讨厌你 到底会怎么做 所以啊 进去又传出了 这个华尔街日报传出说 原本在这个拜登一当选 北京方面一开始送出这个恭贺函之后 有另外送出另外一个函 希望透过杨洁篪啊 他们这些人去跟拜登的这个 即将结论的团队接上线 看能不能赶快来个 中美这个双方元首的聚会 不过啊 这个会面啊 当然这个消息一经公开之后了 中国方面啊 当然就是否认有这样子的消息 目前没有相关的规划 总而言之啊 拜登的整体操作其实非常模糊 今天要传出一个消息 绝大多数媒体是怎么报呢 绝大多数媒体是报说 拜登说接下来美国不可以讲什么 中国病毒啊 不可以讲武汉病毒了 好新闻是这样报的 但拜登政府怎么去操作这个议题 因为在选举过程中 川普就一直讲嘛 这个什么武汉病毒啊 中国病毒啊 功夫流感啊 功夫路这样 那当然那个时候就被人家骂爆了 那民主党上来之后 势必要做一些事情 可是他怎么做呢 不是像一般报导所说的 我美国直接禁止你讲什么 中国病毒 他们推出一个很大的备忘录 由白宫签署的备忘录 这个备忘录的大标题是说 我们对于亚洲的美 亚裔的美国人 千万还有现在所谓太平洋岛国的人呢 都不可以有任何的种族歧视 不可以有任何的排外 所有的联邦政府 都应该依据这个准则来操作 所以他的那一个备忘录里面 没有提到中国病毒 没有 什么细节都没有提到 他就是丢一件很空虚的东西 出来给你 我已经有了善意了 他就觉得说 我这个是对于亚裔的美国人啊 对于太平洋岛国人的善意 都已经丢出来了嘛 接下来怎么去解读 那就是你家自己的事了 拜拜登手办其实还算高明啊 反正他就是神龙见首不见尾 他不会给你